今日是世衛宣布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兩周年 兩年下來雖然現在在本國和世界其他地方都有回復正常趨勢 不過世衛及其他專家都警告距離疫情結束還有漫漫長路 2020年3月11日 世界衛生組織宣告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 如今兩年過去 包括世衛總幹治譚德塞的不少專家都說 眾多國家的新冠住院和死亡率仍高企 而且大量人口仍未接種疫苗 說距離全球疫情結束還是很遠 變種病毒危機隨時再現 不過專家認為只要各國保持疫情受控 大幅降低住院和死亡人數 隨著科技發達和疫苗的研劑 新冠疫情將會演變成一場風土病 而不是流行病 專家強調現在的重點工作 應該是要監測新變種病毒的發展 預料未來各地仍然會不定時出現爆發